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一次 到门口去 选一次 过年 选个大红色吧 今天听人节小什么话好啊 送你啊 这种红玫瑰 代表热烈的爱红玫瑰啊 这个吧 这个大气点 这个大气点 对 这个比较大气 然后又又有那个橙色 橙色代表马到成功 马到成功 对 一大早我就给你准备好了 亲手给你做的 红色是代表热烈的爱红玫瑰嘛 热热情似火 然后这个橙色代表马到成功 诚心诚意 心想事成 好不好 可以 是吧 祝你今天 送话之后 心想事成 送给谁 不赢 不赢 是吧 对 那这个他肯定会 他肯定会激动的跳起来 这样拿 这样拿 这样 行不行啊 你看 这花都以为你那么大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拉风啊 强哥也来了 哇 强哥还是谁来了 不赢 笑一点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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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是送给谁的 送给女孩子的 哪个女孩子嘛 送给缝印 哦 送给缝印的 今天天天节啊 嗯 加油 我说这个可以吧 老家 这个大气吧 这个可以 因为黑色的他可能他家里思想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用这个大红色 还有那个橙色就比较好一点 红红火火 吉祥如意是不是 nice 哈哈哈 可以吧 可以 祝你马到成功 马到成功 对 用你的诚心诚意 祝你马到成功 心想事成 然后 呃 最好是能够能够一己 一己得了 哈哈哈哈 一己得了 我也希望一己得了 嗯 这个花 这个花待会要怎么限 知道不 要怎么限 干系 想负了 你是第一次吗 第一次 说话第一次 对 还是找女朋友第一次 送花第一次 啊 找女朋友 找女朋友也不是第一次是吧 啊 女朋友之前找是找过 但是没成 没成 对 女朋友也不止一次 花是 第一次送的 哈哈哈哈 那待会 该说的要说哈 可以说 第一次给你心里紧不紧张 不紧张 不紧张 昨天 昨天都当家伴你 哦 所以说昨天 端午今天又是情人节 你 那是 哈哈哈 你准备怎样怎么表白啊 你会不会讲啊 要不要我教你啊 哎 你教 那个 拿着花 对着凤银说 你说 亲爱的凤银 情人节快乐 你说得出来不 说出来 说得出来啊 怎样说 我教了一句哈 你不是 原先老师那那那句 你的你的那个出名的那句叫啥 别的火啊 别的火啊 哦耶 别的火灭 你就用英语是吧 用英语他听不懂你 老公一个 就是要听不懂的吧 他小姐一年就 这样 他等我听就懂了 嗯 听不懂才有效果 这样说 I have love you so much for all my life 哈哈哈 你怎么做 罗翔翔 我突然觉得 今天你的风化好高啊 哈哈哈 我英语就学会做一句 我要搞不好复杂 我就教你一句最简单的 你说一句 I love you 他听不懂 对 人家都会说 谁都听懂 助理马到成功了 这样 那个拉拉 这个 我跟小强 一起给你的一份爱的助理 不收你的钱 我祝你马到成功 老婆 哎哎 没事 对 呃 今天 祝你头惨的吧 这个这个也算头惨 我们也沾了你的喜剧 然后又是大国年了 对 今天初五 银财神带着这一束花 去银共银 希望你今年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话 好不好 可以吧 可以 加油 先进去吃点东西吧 先进去吃点东西 要钱了 这不好意思 你不要不要 呃 之前 你你昨天说要一定一束花的时候 我就我就说了 我跟罗老强都说了 这个是我们两兄妹 两姐弟 一份心意 知道吧 那不好意思 就是祝你在爱情路上 马到成功 加油 就这么说定了哈 等你成功了 请我喝酒 这个就是回报 好不好 可不可以 喝酒可以 我别人喝一碗我喝两碗 行不行 可以吧 洗酒可以啊 洗糖别人给吧 你给我两碗 就可以了 就可以 行不行 行 那就这样说定了哈 加油 加油 那就我就不送你到鳌银家了哈 你拿着这个花去到家里 加油啊 加油 快把家面 今天节快乐 拜拜